《九十一 聯合報》 曾智偉念發撒狠豬哥良大哥過早三十年後再合作戴美盧曼二聯手搞笑 2015年7月13日聖拉克斯四層於長台北報導豬哥良十一日下午頂著高溫 在國府紀念館拍攝學歲片戴美盧曼二劇情描述國彩結遭榜價 豬哥良與楊佑寧前往救人並與大哥大曾智偉交手曾智偉前額發量稀小幾乎促成M字形為大片續集 特別在前額製作貼式折法夏小圖記者陳淤祥攝影讓他發量增加還能梳成西裝由頭讓曾相當得意 而發量超多的豬哥良則笑說 我不敢批評他啦 我只注意他的人 怎麽還是沒變高啊 時隔三十年 豬哥良與曾智偉再度攜手合作 在大尾盧曼二中標戲 兩人片中雖對立 但對戲一次 就能直接上場拍攝 來台四天的曾智偉 因應角色 在頭上唸了剃式折法 頭髮根根分明且洗頭都不掉髮 讓前額吐了許久的他 頭髮變多 臉變少 更直接降臨十歲 導演朱賢平說 曾智偉的頭髮很厲害 可以念十天都不脫落 曾智偉也直呼神奇說 我在飯店洗頭 也完全不會脫落 我覺得便睡很多 會捨不得拿掉 一場在人群中與豬哥良互相尋找對方的戲 曾智偉身高只有159公分 得靠小弟在兩旁光起 才得已在人群中露臉 畫面搞笑 連朱賢平賀鳥監控螢幕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直呼笑果好 豬哥良與曾智偉面對面叫陣 豬哥良的台語對上曾智偉的港式國語 在對戲的過程中 曾智偉滿臉殺氣 最後還拿槍指著 豬哥良的臉 豬哥良為逃脫 聰明指後方有林志玲經過 曾智偉假裝露出色相 兩人默契十足 豬哥良與曾智偉的上一部電影 得回宿到三十年前的大頭兵系列 時隔三十年後再合作 有沒有注意到曾智偉的頭髮都禿了 豬哥良四兩撥千金條罕說 我沒注意他的頭髮 只注意他的人 還是沒有長高 意念她的頭髮 我就覺得很奇怪 奇怪替她們這些頭髮醉 感谢观看